刚才吃饭的时候 董主任已经很明确了 他希望你参加 肖博会的竞标队伍 我的意思也很明确了 比一步任务多 我忙不过来 根本兼顾不了 那比一步任务再多 多得过以前的大客户部吗 你呀 有什么要求提吧 林夕啊 欲擒故纵可别玩过头了 您误会了 那您之前让我配合陆总监 一起做语仪上市的事情 我也答应了 那是因为那是公司内部的 决策和调动 但现在是客户提出来的 您考虑过陆总监的感受吗 考虑过 但是这次竞标形势复杂 您说的复杂是指 我们将面对羽翼的竞争吧 张总 之前您让我安心地去过二人世界 竞标的事情交给陆总监 不就是放着我吗 芸汐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 我真的不适合参与 还有我要再次声明 但羽翼参加竞标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和萧衣诚约法三章 私底下绝不谈公事 芸汐 话说到这儿就行了 去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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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客房服务 佟女士 我们真的没看见 那怎么会不见了呢 抱歉佟女士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咱们可以去看一下监控 那个房间平时不住人 只有你们在打扫 走吧 我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乐高不见了 乐高 我收起来了 找到了就好 好 抱歉啊 没关系 我想这一定是佟女士非常珍惜的东西 我们可以理解 那就不打扰您了 有事你再叫我 好嘞 再见啊 老妈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那个乐高呢 所以我都送人了 你送谁了 我们班同学啊 你自己写作业 妈妈出去走走 好 喂 鸡城上线了 我老妈现在难受着呢 你应该不要怎么打货啊 嗯 对对对的 好的好的好的 皮特我跟您讲 我最近还不能回你妈妈微信 那好 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 皮特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你奶奶 怎么样了呀 我出马还要搞不定的吗 你是怎么跟我妈妈说的呀 我跟她说我 爱你不喜怒你不争 摆烂在家 无业不说 还对感情极度地失望 我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呀 reca调 都不不 cur 摆烂之 Gender